大家好,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你有缘 Facebook创始人马格扎格伯格在周三宣布 其母公司meta将进行裁员 人数将达到11000人以上 今年的这波大裁员 也是这家巨头公司最大规模的裁员 裁员的比例占到了总融工人数的13% 其中也将会冻结招聘延长至明年的第一季度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削减可自由支配的支出 此次裁员是跨部门跨地区进行的 招聘和业务团队等领域的影响比其他领域更大 但是有知情人士透露 此次裁员并没有怎么波及的部门 包括从事虚拟世界相关项目的工程师 共享虚拟世界metaverse 可能将是扎克伯格最后的押宝 38岁的扎克伯格在给员工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扎克伯格将对这些决定和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进行负责 我知道这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对受到影响的人我表示非常抱歉 其中也阐述了从COVID-19开始 一步步发生问题的原因 在疫情期间 世界突如其来迅速转向了在线端 电子商务的激增因运而生了超凡表现的增长 有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永久性的增长 即便是后疫情时代也是如此 而且扎克伯格也是如此认为的 于是在在线端和虚拟端进行了大幅度的投资 但是可惜的是 并没有像预期一样的发挥作用 或者说没有预期的那么快 种种原因表明 这家科技巨头公司将业务转向元宇宙后 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自从扎克伯格创立Facebook以来 这家硅谷的公司就一直在扩招 到了今年9月底 峰值来到了87,314人 此次台元消息也不仅让人感到唏嘘 对于一家野心巨大 而又看上去有无限可能的公司来说 这很有可能将是一次命运的转折点 今年以来 Meta持巨资收购了Instagram WhatsApp等公司 积累了大量客户群体 并在2021年的市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 时至今日 Meta的市值已经来到了2690亿美元 其中的一些问题也是其自己造成的 首先就是面对新兴公司TikTok的处理方式上 TikTok这样新竞争对手非常吸引年轻的观众 而Meta的服务就开始逐渐失宠 在全球经济放缓和数字广告下降的同时 Meta的主要收入来源骤降 上个月 Meta公布了利润下滑了50% 销售额连续第二次下滑 但是其支出却飙升了19% 从市场上来看 Meta的股票今年下跌了约70% 第二个就是新业务Metaverse准备构建的元宇宙 其中投入了超过数十亿美元 这个做法可以说是野心勃勃 很有可能会改变目前的格局 但是风险也是巨大的 首先就是大众没有那么快的接受 其次就是目前存在一定的科技壁垒 有相当一部分的科技问题并没有攻破 最后就是目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不稳定 美国处于加息洲机当中 许多人都在疲于奔命的拼生活 没有空闲资金来购买这些新兴产品 也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科技发展如何 综合来看 在自身本身财政压力的情况下 高额压住元宇宙项目 其实有非常大的风险 虽然在我看来 这些项目有着非常棒的前景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 达成我们所期待的元宇宙 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 人力物力 更需要时间 而这两项也可能是Meta公司 或者是扎克伯格最缺少的东西了吧 不管未来结果如何 我们也是这次时代豪赌的见证人 甚至是参与者 抓住机会 珍惜时间 享受人生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